今天跟大家谈谈儿童肥胖的问题 最近科罗拉多大学做了一个研究 他们发现小孩子在吃高热量的食物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他有看到卡通里面胖胖的人物 常常会把看卡通的欢乐跟食物联想在一起 导致他们吃进更多高热量的食物 那这个实验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他们找了300个年纪大概在8岁到12岁之间的小朋友 让他们在吃高热量的食物之前看了一些卡通影片 结果他们发现说如果小朋友看的是很多胖胖的 很可爱的卡通的人物的时候 比那些没有看到胖嘟嘟的这种卡通人物的小朋友 大概会吃进多两倍的这个热量 那这代表什么呢 因为他在吃这个欢乐的食物的时候 欢乐美味就跟这些卡通连在一起了 所以他就不知不觉当中吃进更多的热量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今天儿童有肥胖的问题 你发现你的小孩胖嘟嘟的 同时他又爱看卡通 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他看的卡通里面呢 常常有这种圆滚滚的胖嘟嘟的这种可爱的人物 那代表说呢 他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导致他 这个吃进更多食物 造成他发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 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厂商 以厂商的角度来说 他们要推出这些可爱的卡通人物造型的时候 似乎应该建议他们 尽量减少这些人物的这个数量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卡通之所以会觉得让人觉得可爱 通常都是因为圆滚滚的 像哆啦Amo一样 对不对 那个头大大圆圆 身体圆滚滚胖胖的 这个样子看起来才会比较可爱 那如果说你的小朋友 有喜欢看这类卡通 又有发胖的问题 我倒觉得家长似乎应该 减少看这些卡通的这个时间 或者呢 不要把他跟饮食 吃东西的时间合在一起 让他稍微有点隔开一点距离 这样子也可以避免 小孩子有发胖的问题哦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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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